如何去观察母牛有没有子宫炎症 我刚刚就发现了一头 这个家伙 很多母牛 有的是语配不韵 有的是发情迟 甚至不发情 很多都是子宫炎症引起的 只要及时的发现 其实这个问题也好解决 一般的话 都是在牛吃完食之后 一个小时左右 这个牛全部都是趴窝了 趴窝之后 它们的水门处会流出连液 如果是很轻的那一种 就一点湿都没有 如果是流出的是浑浊的 像那种豆腐渣一样的 百分之百 那个牛就有子宫炎症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牛 每天都会流的 像一般养牛的朋友 延续观察个三到五天 绝对会发现 像这一头母牛 就非常典型 后面流的像豆腐渣一样的东西 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 及时的跟这个母牛 做子宫清理 消炎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如果你拖的时间很长 就很麻烦 养母牛 比养育牛 难就难得细节 要多观察 多发现问题 提前解决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